以前的工人是400,我今天看消息是400,409万可以增加 但是呢,你对那些户主来说,那些首席富豪来说,400多万,他只是打个压次 如果你说,我已经有4亿,那么他们当时脚震的可能已经不同了 你说400多万,哎,他说买个层楼都买不到啦,一边香港买字 他根本就是当他不放你在眼里 不过呢,刚才飞哥提出的好,就是在一个罢工的过程,或者在一个工运的过程 有什么基本的概念呢,都可以带出来,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 不只是当新闻那样看最近这个事情 他刚才那样东西了,不是最后的 而是认识到,究竟为什么现在这帮人要采取这个手段 其实我们一般在工运里面说,就有劳工的三大基本权利 第一个基本权利是要什么呢,就是工人可以组织工会 和自由地参加工会,才有组织先嘛 第二呢,就才有这个集体谈判权 因为你没有组织,其实没有集体谈判嘛 然后第三呢,就是有罢工的权利 第二呢,就是那件事情 再来电话